大家好,我是张鑫 今天我们要开车三个小时到嘉义寻找一个非常美味的食材 在嘉义东石港附近 大家一听大概就知道了 就是台湾最好吃的鹅啊 又叫做牡蛎 在内地有的叫做磕 有的叫做蚝 所以我们这里的鹅啊煎 在福州一带就叫做蚝煎 这个东西啊 不管在东方西方 大家都非常喜欢吃 据说吃了它之后 可以找回男性25岁夏天 那一个最勇猛夜晚的男性凶风 不知道到底效果怎么样 因为我平常很少吃的玩意 今天要来去尝试看看 这个蚝啊 也就是牡蛎在养殖的过程当中 其实会对整个地球的生态 带来一些正面的帮助 小张鑫到底有说错还是没说错 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帮助 跟各位报告 是正面的帮助哦 我们印象当中 养殖或者是种植一些植物或者动物 都会对环境生态带来一些负面的印象 但是这个生蚝或者是牡蛎的养殖 其实对整个地球环境会带来好处的 有哪三个好处呢 第一个它可以进化水质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牡蛎是一种绿石型的动物 据说一只成年的牡蛎啊 它一天可以过滤50加仑的水 它会把海水当中一些固体的物质 或者是一些过量的微生物 浮游生物通通过滤掉 所以它有进化海水的功能 第二个它可以丰富海洋的生态 因为它上面皱褶的表壳啊 可以让一些小动物小鱼小虾在上面生长 在这上面生长之后 其他的大鱼大虾跟着就会过来了 在很多养殖牡蛎的地方 据渔民啊或者是一些渔业单位的调查 它的海鲜啊的收获量都会增加很多 而第三个部分 它还有固碳的功能 可以防止地球氧化 为什么呢 一个牡蛎从小长到大 大概需要八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大家想一开始这么小 后来长得这么大 它是一种双壳贝类 它的壳又比其他的 蚝蚝蚝蚝蚝要厚很多 它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钙大家都知道都是从海水里面吸收来的嘛 而后面那个碳酸里面的碳 其实就是从水里面和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 怎么样吸收过来的 所以它具有过碳的作用 所以如果要节能减碳 想要保持海水的一些环境 让海水变得更干净 或许大量吃这种养殖的蚝蚝 也是一种帮助哦 我们来到东石自产自销蚝蚝的阿妹的店 漂亮 你看这个 1917多大吗 这个比较少了 哇哇 超大颗的啦 这么大 酷啊 你看这么大一颗 我看一下这么大一颗 哦真的超大 好 我用點水 鹹鹹愛的鹹鹹 人生第一次大挑戰 天天都有新鮮事 可以啦 鹹鹹的 海味 海味很重 基本上都是海水的味道 可是你再多咬兩下 它的鮮味就跑出來了 感覺到嗎 好吃 這是海水的鹹味 跟你潛水吃到的一不一樣 這個比我潛水吃的好吃 這個比較大 我們潛水吃的都小小的 現在這是做什麼 草客 這個店在這裡多久了 是我們朋友介紹我們來說 一定要來這吃 十年了 那不是算很早期的店 還好 老闆你這邊有什麼特色 聽說你們這個是自己養殖的 我們的特色就是自己養 自己賣 自己做 台灣第一家 是從這邊 那邊 鵝岸 撈過來 先鵝岸天 所以特別的新鮮 你知道 其他店的話 就是因為 要鵝天才會凍早 所以我們是自己養 就從撈上來 直接挖出來 就去煎鵝岸天 對對對 所以要吃最新鮮的 就是來這吃就對了 對對對 剛剛挖出來的 燙一下 攪上蒜泥 哎呀漂亮 燙完之後還這麼大 燙完之後更鮮甜 還把它的味道整個濃縮起來了 再加上一點蒜汁的味道 香啊 來了來了 趕快看一下 哇 蚵仔這麼多啦 他們的蚵仔是放在最上面的 超多的 同手無期啊 不會藏在下面 2 3 4 5 6 7 8 9 10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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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燙,趕快來看看 漂亮 超大 咱們吃原味 很鮮 烤過之後變得更甜 它把整個味道濃縮起來 烤得好吃 很有湯 烤了 它那個 細帶好脆 烤過的味道不一樣 超鮮的 超好吃 超好吃 你看這個吃 超便 老婆也不是不敢吃 今天吃這麼多 很好吃 我今天來當小幫手 我怕他把他包肉 他把他拿去 小媽,你會不會買好幾顆回家 對啊 就故意把它包壞掉就可以買 它是放在碗裡面包 又聰明喔 很聰明耶,這一招 你看 這邊 有整顆的鵝啊 他這個就是他打了一顆全蛋在裡面 他這個韭菜的味道啊 清淡清淡的 其實還蠻好吃的喔 而且這樣子吃才吃得到那個 鵝辣的清甜味 那個皮脆脆的超好吃 這顆啊 真材實料 不用水 好大顆 很大顆 就這樣子直接裝到袋子裡面 一斤一百八 一斤一百八 那其實很便宜耶 好大顆 可以宅配 擴到戶款 擴到戶嘛 好 真材實料耶 很方便 很方便 我這邊好多大家都在等 要買那個餡 我這邊看很多 帶十幾斤回去的 哇 生意超好 咱們開了三個小時的車 到了東石啊 走了魚人馬頭一軌 吃了兩個小時的鵝啊 還覺得真的物超所值 來到產地去吃 新鮮度 真的跟在別的地方吃得 完全不一樣 旁邊就在那邊挖鵝啊 然後就直接送到那個料理台上 料理完就端上來了 從那個還沒打開之前 到送到我們嘴巴裡面 前後不會超過15分鐘 真的特別新鮮 你就可以感受到那個 海的味道 這裡很多很多間那個 做鵝啊的海鮮餐廳 這一 我們今天吃的這間店 是我們一個好兄弟 介紹我們來的 果真是名不虛傳 雖然店不大 但是你就發現客人 很絡意不絕喔 有高雄來的 台北來的 每個地方來的 就是10斤 15斤 20斤 就站在旁邊等 等一個小時 等兩個小時 就等那些那個 起鵝啊瘦 再把它一顆一顆挖出來 然後一斤裝袋子 裝完之後 他們就拿保麗龍帶走了 嘿 這個我覺得還真的不一樣 老婆 我們吃了這麼多道料理 你覺得哪一個最好吃 我還是最喜歡吃烤的鵝啊 不會嗎 我覺得烤過了以後 它那個口感比較扎實 然後它的殼裡面還有 新鮮的那個汁啊 很鮮美 我覺得那個最好吃 然後呢 我還有一個我覺得 我很難想像的是 怎麼是他們那些人 真的就站在那邊 等兩三個小時 就在那邊等 然後等它挖那個鵝啊 新鮮的 對 每個人來都是十幾斤耶 好恐怖喔 超厲害的 可是今天真的很新鮮 而且你不要看 我們今天這間店 就是小小的不起眼 就在旁邊喔 它也不用招攬生意 不像其他店 還有很多人在旁邊 叫人家見 它就人就一直來 一直來 超酷無比的啦 對 因為他老公啊 是自己養鵝啊 早上四點多就要出海 對 然後他們自己的鵝啊 拿回來就送到店裡面來 然後有些餐廳 還會跟他們批發 嗯 我覺得最好吃的 是那個 柯羅 哈哈哈哈 他沒有賣喔 鵝啊雷 我還很厲害 就在那個好幾樓啊 十幾樓裡面 裡面找到兩隻 我就看怎麼會有螺 很好玩 他就跟我介紹這是鵝啊雷 以前還有賣的 現在沒的賣 我就把他兩隻烤來吃 哇 還真的很像鮑魚耶 幾好吃 不過那是非賣品就對了 不過真的 如果它的商品裡頭啊 我覺得那個鵝啊包 跟那個 鵝啊煎 還挺不錯的 它的量啊 都比在北部吃的要大很多 如果各位好朋友 有機會到東石這邊來玩 一定要吃鵝啊 如果你沒有特別想吃的哪間店 欸 或許這間店 會是你最好的選擇 張心辦談 這樣貼貼都有些事 咱們就下回見了 開車回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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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拜拜 拜拜 拜拜